哈囉大家好我是PETERBAN 好久不見啦各位來吧 我們今天來開箱一下別人的帳號吧 畢竟我們的四轉應該開了啦 竟然還有舊六轉的人 欸不是舊六職業的人要來開箱 我們就先來看一下如果未來有機會的話呢 等他四轉之後 我們再來看看他的秒傷會差到多少 好啦一樣我們這次要來看的呢 就是我們的單手鐵啦 我覺得應該算是除了服飾之外 舊六職業的一個驕傲 因為他這一隻真的是挺香的沒錯 有一來有盾二來他的傷害也不俗 搞人的方式呢也很強 然後又有血量 反正我覺得以技能職業而言的話 單手鐵的能力是還不錯的 算是一個蠻全面的一個角色啦 沒有一個屬性好像多餘的 好啦但是不管怎麼樣我們就來看一下吧 首先啦他的秒傷很像是500億 不過我們等一下看完就知道他秒傷多少億了 不對他會死掉欸等一下 對他會死欸太扯了 143的打141等死期 我才打幾分鐘而已 他血量已經噴那麼多了 好啦一樣我們稍微的來瞄一下吧 首先他的力量 先看裝備 好一樣我們從武器開始 武器的話拿的是 四魂冥斧 這個沒有改 如果改的話應該會更扯對不對 釋放技能後 這個最香了 這個真的香到一個爛掉 單純的釋放技能 就可以加6%無屬性增強 6%是還好 但是最可怕的事情是 他可以跌到20層耶 這直接是來了120%的無屬性增強 這個能力如果每一個職業都來的話 這個武器應該都跪到一個爛掉就對了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晶電加死 哇靠 晶電鏢 晶電 晶舞耶 晶舞耶晶舞耶 然後附魔的話呢 是來到一條疾分 一條斐揚的穿透 然後兩條疾分 哇靠 然後這邊配的是 試神者 契約的等級加1 我來稍微瞄一下 他契約的等級是什麼東西 契約 哦 這個啊 金錢投擲器 增加他的係數跟投擲次數 那這個東西他的傷害是 金錢投擲器在打的 難怪他選擇這個東西 所以的話 我短攻也可以這樣子玩哦 好 那再來的話 是我們的 殭屍龍 噢 夜卡 大體型增強 對啊 這個東西玩到後面 大家都是有特化的部分 我這邊的話 就全部給他看過去 反正秒傷的話 我還是會打他 字面上的秒傷 下去就對了 然後再來是 守木願靈 大體型增傷 25% 哦 就 反正就是特化 等一下我們來看一下 詳細屬性就知道了 那再來的話呢 是錦標賽之盾 錦標賽之盾他的被動是 累積受到10%生命值上限的傷害的話 則會提供最高 最終傷害加深 哇 他累積到4耶 改4耶 所以他這邊被打 其實還會更痛耶 而且最終傷害加深 是活生生疊上去的 所以他在外面實戰的話 應該會更香 因為他這邊可以疊到6成 所以來到18成 持續10秒鐘 如果他的這邊是可以 一直被王打到的話 應該是很香的才對 應該是可以給他吃到的 那這邊的話呢 附魔的話也是幾分 也是幾分 也是肥羊 喔對啦 他是雙手的 雙手的附魔跟單手的 又是兩 他是單手的 我是雙手 所以那個附魔又不太一樣 那這個數值的話 大家就在這邊自行看一下 然後配上的是 守目遠靈 守目遠靈 都是大體型增傷 那我們的防具的部分呢 用的是110等套裝 對啊 正常來講的話 以增傷而言 好像是這個最痛 不知道那個貝斯波那個痛不痛 如果有機會的話 再拿來給他看看 然後這邊的話 附魔到古城耶 古城力量7.28% 這邊的話是來到7000多力量 喔有點香 然後這邊的話是兩條15的力量 75 斐陽的力量 然後卡片的話是死靈騎士 喔 反正就是特號到後面 對啦 如果我這邊還有個盾的話 你看他這個東西不用插血卡 他的血量還有900多萬 雖然說聽說那個 詞墜出來之後 有些情況你血再多還是都被秒掉 有點麻煩就是了 然後這邊的話是 也是一樣110等的披風 然後用的是古城一條 然後兩條斐陽 哇太完美了吧 然後天使系增長 哎呦這個時候 這個應該就吃不到 這應該不是天使吧 然後是超人力霸王 魔減 然後這個是霧減29% 因為這個沒有上限 這個有上限 很可惜 如果他沒有上限的話就好了 然後這個是一樣 是110等的鞋子 HP加60 全部都是斐陽力量 斐陽力量 斐陽力量 那這個東西的話 到底是要這個%數好 還是那個斐陽的足足好呢 這個東西可能就是下一個階段 我要去探討的部分了 我一直很期待 哪一天那個官方 會突然意識到就是斐陽 突然給他來了一個靈巧 因為伊斯魯德 都突然給他無數了嘛 對不對 那斐陽來個靈巧 好像也不是不可能 然後這邊插的是虎王 他也選擇虎王 但是呢 用殭屍龍座 把這個25%HP 給他逼回來了 好這邊跟傷害比較沒有關係 那再來呢 是貝殼胸增 是加惡魔系增傷15% 喔這個東西 根本就打惡魔系了就對了 然後是力量315 然後是加12耶 38.4% 配上的是艾爾貝塔穿透 全滿的穿透 然後呢是大體型 喔他已經弄到了 35%了這個 然後這個東西 哎呦 這個是打怪的時候在用的吧 因為是打小怪的時候在用的 為了物體攻擊嗎 還是說現在無屬性的卡片還沒有 還沒有其他東西可以換嗎 對啊那個諸諾那張10% 最終物傷附加有那麼不香嗎 到時候再看看 然後這裡的話呢 是也是一樣艾爾貝塔 然後是大體型 欸真的耶 又一張耶 物體18% 真的假的 然後這邊是波王24% 喔 所以其實還是他有調整過 然後呢 就是傳說卡片 喔這個是我們的全四郎的卡片 最終物傷附加35% 可是這要裝備驟跟夜才有 我們大家看看有沒有驟 驟卡是哪個位的 我已經忘記了 那一樣 這邊頭部的話是 脫襲卡片頭飾 哪一張 然後是聖無屬性30% 然後是塔奧 哇靠 這個東西跟塔奧是一模一樣的 哇這個藍卡 這個藍卡 全四郎的藍卡 這麼扯喔 然後是我們的阿修羅機械 聖無屬聖無屬 這是聖無屬聖無屬 然後這邊也是聖無屬聖無屬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詳細屬性的部分吧 那詳細屬性的話 他的穿透先看一下 990% 光白字而已耶 那這邊的話是225% 所以是1215.3%的物穿 然後最終物穿現在狀態應該達到底啦 是來到701% 我覺得我離我離這邊還好久 我這邊好像才300%還是400% 我的物穿是300% 是900% 但是光這幾%要上去 不知道要花多少時間上去才可以 然後再來是我們的 這邊看完了 物傷附加也看完了 啊對 他把錶字白公 錶錶公白字 50萬零七千 然後再看他下面的數據 那我們打的是死靈 其實這邊快打完了 總共是500億 500億 暗屬惡魔跟大型 來稍微瞄一下 我們這邊是對惡魔系是61%增傷 那這邊稍微給各位看一下 然後是暗屬惡魔 有沒有對暗屬增加 有 對暗屬魔物增加27% 這些東西應該都是卡片覺醒裡面給的數值 其實卡片覺醒如果有在玩的話 這個給的數值也是蠻兇的 只希望他可以給再更兇一點 不然怪物的防禦實在是太 怪物的攻擊實在是太高了 不然的話就是要有一些解放 不然就是怪物的攻擊要下降一些 不然那差太多了 然後無屬性傷害來到362% 哇靠我的天啊 然後這邊的話 他大體型是來到了253% 所以大致上的數值應該就是這些 都給他看完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細節的部分吧 首先最重要的應該是神格吧 看一下人家的神格是怎麼裝的 目前這樣看過去有耶 哇這個有開靈光喔 我的天啊 可是這個靈光是受到傷害死 啊有一點可惜 有20%的機率對4米自身範圍內造成1680 無屬性防禦的自適應傷害 每秒觸發一次 然後最多可以持續3秒鐘 真的假的 每秒觸發一次這個傷害 所以他這個角色實戰會更強耶 因為我這邊在這邊看的話 我是沒有開AI的 然後那我們這邊看一下外面的部分 那外面的話呢 他的力量 這邊上面是力量105% 但不多 那攻速105 好這個也是沒辦法的 就是給你什麼就用什麼 HP是來到24.75% 對大型增傷52% 無屬性增強75% 然後再來是還有什麼 最終物傷附加21% 所以如果真的要的話 其實還可以很多東西再更集中一點 如果這個東西超級集中的話 這個數值會給到超級誇張耶 你看這個數值 假設全部都上去的話 假設全部都無屬超級完美 這邊光這樣上去就來到100塊200%耶 但是要這樣子 那不知道陽獸要耗多少 但是以這個遊戲 如果人數夠多的話 說不定其中有一兩個帳號 是省到一個不可思議 然後這邊的話呢 是體質加8% 這個很均勻耶 除了最後一個屬性還沒有上以外 智力那個屬性沒有以外 其他都已經都上去了 那不是體質啊 力量啊 力量加8% 哦那 對啊你看 如果這個東西全部都灌在力量身上的話 這樣力量就加了將近40%耶 我總覺得未來神格這個東西 應該會出現讓你洗單條的東西 就是在很久的未來 至少在近期應該是不會有 然後最終物穿是來到21% 每秒回復9% 然後是沒了 這就是他的神格的部分 對啊再說一下 人家的鐵匠啊 你看7000多體的情況下 7000多力量的情況下 他的負重是高達26萬 他已經裝東西多成這樣了 還不用擔心去賣掉 哦 我突然覺得我超適合玩力量系職業的 你知道嗎 好那再來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他寵物的部分吧 寵物的部分的話 他用的是 六星沙漠之狼 然後是 哇靠 物傷附加來到152% 真的假的 我記得我那隻搞到最後很像破百處而已耶 所以我這隻狼還有機會再多50%的 真的假的 這麼高 我看一下洗髓的部分 應該是有洗 哇 70 好這讓我 原來我的狼還不夠 可是他已經用到了六星啊 因為六星的話再上去實在是有點太貴了 對那個進階完3還是4就要花到鑽石去了 這等於是有點硬啊 我個人覺得我可能會想要 如果真的有下一隻的話我可能會選擇王蟲 但是現在王蟲我覺得除了那個黃金蟲以外好像想不到一隻更好的 但是又覺得屬性這檔是我想要再忍忍 反正這個東西就到時候再說啦 然後那再來的話 沒有忘記看他的技能 那技能的話是 隕石火球跟火柱等級的話就是4等4等5等還沒有到很高 也還不知道說這個東西高上去這種秒傷到底會不會高 我到時候有打算準備一大堆來點 因為我這裡好像是3等4等5等也是沒有很高 想要一口氣點上去再看看這個秒傷會不會有一些差別 因為畢竟現階段而言的話準備這個好像沒有那麼的貴了 好那再來是我們的技能 其實最重要應該是看技能 但是剛剛都忘記看 他的技能放的是123然後45 就除了第四招以外其他都放 等於是開魔導機械 然後金錢投擲器配上金錢風暴 手貼車終結技回旋斧野蠻金錢 他自己取的名字 野蠻凶砍野蠻揮擊金錢攻擊再加上BUFF 大聲吶喊金速度激發跟手推遮加速 那這邊的話他配的銀裝是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銀巴 前面的話基本上點完後面PEP沒有去點他 那前面的話也是基本上都點完後面PEP的話也是完全pass掉 有點可惜趕快把那個PEP砍掉 對反正我開了那麼多賬號好像點的人不少 點個人蠻少的 點個人真的蠻少 不然就是你再多加這個東西 不然的話很可惜這個東西都已經 大家數量都超多 都沒必要再點 連我都覺得超多 你看如果在打工程那些賬號一定是更誇張的 好那這邊的話他放的是金錢攻擊2 提升金錢攻擊的傷害係數34% 同時有34%造成目標流血 那這個配的是野蠻揮擊 野蠻揮擊的傷害係數增加這邊就沒有弄了 那再來的話放的是金錢風暴 提升金錢風暴26%傷害係數同時降低目標治療效果 應該是為了傷害係數吧 然後這個最主要應該是這一招 提高金錢投資劑的傷害 這每一等的話是可以多了將近16 17% 我應該沒算錯16% 16%的傷害所以剩一等多16% 這個係數是佔他秒傷佔比最高 所以這16%加上去應該是超級上下的 佔了62%多耶 然後現在還是500億 這一隻是不是 他沒在扣血 啊他是有第二階段是不是 不然的話怎麼會是這個樣子 我們這邊再開一隻 沒有在扣血這感覺蠻奇怪 然後我現在測試的話就測試他當前等級 不然的話測試150等 那個秒傷會有一點糟糕 對之前測過了一次 那個真的好誇張喔 那個秒傷真的是扣太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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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好最後一個引裝的話呢是我們的氣鈴 他這邊配合的是大聲吶喊 不過他這邊還沒有升級 升級就要花掉這個 然後呢我們的額外最終傷害加深 只有從7%變9% 我覺得氣鈴這個東西可能他的係數可以再誇張一點 不然的話 對啊他要升級那麼誇張 但是升級係數才那麼一點點開的跟升級的 我覺得差距有一點大 雖然說他的%數是100%沒有錯啦 然後金錢投擲器 喔沒有他選的是這個金錢增幅 對我想說怎麼可能選這個 不對金錢增幅抱歉沒有看到 金錢投擲器傷害再增加14% 那這個東西升級的話呢是來到18%多4%而已 然後我要飲9才可以 為了這4%我要升飲9 飲9撐上去之後還要再升級一次才可以 我覺得引裝這個東西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帶一個大改版讓他變得更香才對 喔這個時候AI有開了 我先把AI關掉好了 反正這個秒傷應該就是500億 沒錯我們這邊再給他看一下 好啦那最後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覺醒的部分吧 覺醒的部分的話 目前是給他來到了強化覺醒10 那強11的話是還沒有上去那這邊的話真的是很奇怪 為什麼呢他強化上去只有5% 真的是太少了官方這個真的太奇怪了 你數字就不要變嘛 你越變越多就算了 越變越少真的太奇怪 而且怪物越來越扯 反正怪物本來就會那麼扯 那你的趴數就讓我們正常就好 不要砍掉真的不要砍掉 不知道有沒有機會改回來 然後這邊的話附魔覺醒是來到附魔覺醒9 還沒到差一點點 那我這個就是等他結果有沒有上去了 那這個剛剛就看過了 晶電覺醒5直接晶電效果加50% 哇這再上去要怎麼上去啊 我已經想不到 對啊除了什麼改良啊那一些的 然後換個貝斯波之類的 這還要怎麼上去 不然就是要換新系列的飾品跟那個 跟護服了 不過就新系列的部分好像我們的 技能沒有那麼香 稍微的看一下 飾品的部分 飾品的部分的話體質 對這個還沒出現 這都是體質的 然後這是暴擊暴傷附加穿透 這個東西就不知道說對於 這個賬號有沒有效 對他是有火屬性增加傷害這個不重要 但這個無屬性增加是有給他加上去 但是這個加上去之後我們的主屬就會下降 主屬下降之後是傷害會低的很多 那這樣的話到底是主屬下降好呢 還是這個上去好呢 這個也是有機會再說 那再來的話呢 應該唯一技能能配的就是這個吧 宅星人厚 可是宅星人厚又要打怪才可以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到時候要測的話 應該就是再問問看 如果你有這一顆的話 是不是可以吃得到 可是你要扛得住 你扛不住也沒有用啊 所以等於是你要有這一顆 你還要扛得住 扛得住才可以 你可以吃到這一顆能力 不然的話就也沒有任何意義 不過這一顆你只要觸發 可以擋住你的血量 你的血量會更多 持續10秒鐘 冷卻10秒鐘 所以基本上是可以100%一直扛住 但是怪物如果一直圍著你的話 10秒鐘應該就把你的血量給打空了 好這個東西就再說了 好最後最後我們這邊來看一下 那個戰鬥成就的部分 我覺得也是官方做到一半的東西 對我覺得他的東西應該是價格可以下降 不然就是能力值要上調 不然的話我這邊從 喔這是銀色耶 對吧我沒看錯吧 對從銀色 要再上去金色 我記得從銅上到銀就要300萬 對我會花300萬水晶只加8%的物川 我覺得這個數值可能可以比到這個 如果是300萬水晶 我家的物川有高達 你看這個有16% 或許我覺得就還行 因為畢竟他是一個獨立卡槽 不過獨立卡槽只有8% 我是有一點點不上去就對了啦 好那這邊的話他點到6格也還不錯 還蠻扯的 力量加712 0巧48 最終物防效果24 然後是我剛是算錯 對他是防禦的部分 所以這個他是用物防效果 不是用HP耶 真的耶 然後物防穿透720 他這邊有拿到的是極速物川跟火屬 都是同的 然後這邊的話是魔傷減免 然後是最終物傷附加 這個也是贏的 真的耶 這也是贏的 24%300萬耶 可是說300萬啊 那我當初那個1200顆附魔 如果丟這裡的話 我也是百分之百會加到8%物上 好像也不錯 對啊 那這樣的話我好像也是蠻蠢的 不管怎麼樣 這個就是我們500億鐵匠的開箱 至少人家玩的非常非常的開心 但是到這個程度 我還不知道再上去要怎麼辦 因為我還沒有到這個地方 對這要怎麼再上去呢 那我您有什麼想法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一下 我是PFI 我們就下支影片再見 321 拜拜